本期话题尿液有泡沫怎么回事怎么办 张志超北京大学医院定尿外科主任医师 尿液有泡沫相应来说呢我们分两种情况 尿液本身它就是一个代谢废物的一个功能嘛 那么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吃的食物 比如偏碱了或者偏酸了 盐分比较高的话它会就 还有一种叫病理性泡沫 那病理性泡沫一定是比如说我们尿蛋白的情况 就是当我们就是尿里面出现蛋白尿的时候会出现 实际上来说这也有个简单的一个界面 一般生理性尿的泡沫过多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说我们排尿以后 它很快它这泡沫它就消失了 这种情况可能 如果说病理性的话可能会时间比较长一点 我们对这个情况如果我们实在把握不准的时候 到医院里面做一个尿常规检查 尿常规正常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 如果说药杨规里面有尿蛋白 这时候我们需要找生病科的医生那进行纠缠 那么就是这边做动作 我们需要尿尿的就是这边 我们需要尿尿的抦像